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,台中清水区越战时期重要历史遗址大洋油库,近年屡受风灾摧残,损毁严重。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14日前往会刊,即争取打造清水区军事观光廊带之后,将在争取文化部现有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补助,修复油库主体建筑,也请国防部盘点。 调查相关军机资料及模型制作,规划战机展示现场,促进清水山顶地区观光发展。 市定古迹大洋油库位于清水洋村里,当年提供美军在越战期间战机所需用油,民国89年军方拆除6座,仅剩下这一座村流。 为了安全考量,油庄外围有一道防火墙,外环阶梯与钢板设计古仆,也是清水山顶地区无措,阳措,海风等里主要景点。 但近年油库一再遭风灾重创,损毁非常严重,锈时的铁皮也气质在草地上。 蔡奇昌争取观光局补助打造清水区军事观光廊带,第一期工程高北加压站观光园区已于去年完成,今日市议员王立任,央脸中及地方人士到场关心。 蔡奇昌表示,过去曾经争取6000万,要将此处越战史基遗址,从高美里的加压站到大洋油库储存槽,做整体的修复规划,第一期已经完成,后面两期因故还未失作,经邀及各相关单位来解决问题,把过去争取到4000万来做大洋油库周遭的整治,而文化部也承诺要拔此一。 历史建筑家已做修复,整体园区规划加起来大约七八千万,希望可以把史基遗址保存,周遭公园开发,做规划整治,未来如果能将附近的敖峰山运动公园游客串接至此,整个清水地区观光资源将更扩大,可以吸引更多人到清水观光旅游。 长期关心文化古迹的王立任指出,建筑修复应该以安全为首要在考量,大洋油库因为多次台风严重损坏,未来是否还能承受天灾,将是一大考验。 同时建议修复单位,应经准评估该建筑的使用年限,例如未来可以注明哪部分是旧有的,哪些是新生建的,既不影响主体建物,也可以达到保存目的,可以考虑到未来的空间再利用。 规划提供表演基地或是附近活小孩童、黎明运动的活动空间等等,更能充分达到修复安的效益。